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互联网圈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 以前的推特 现在叫做X 开始正式发放创作者广告分成了 很多小伙伴都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账单 少的几十美元 多的有几百上千美元 甚至传说某些大V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1万美元以上 俗话说无力不起早 推特这一顿操作下来 很多小伙伴就开始研究 如何在推特上面赚钱 相比于YouTube或者说TikTok这里视频平台 推特作为一个图文分享的平台 它的创作门槛相对而言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上网 只要愿意去发一些图文 每天坚持发 或者只是一些生活的简单的分享 就能够收获一些粉丝 都能够开启自己的赚钱之路 关于推特赚钱的帖子里面 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strap的账户如何去开通 因为目前推特来发放广告提成收入的一个通道 是通过strap来发放的 如果说想要在推特获利收到推特的广告分成 那么前提是必须要拥有一个strap的账户 不幸的是strap目前并没有在中国大陆推出服务 如果说直接以中国的身份去注册的话 是没有办法申请成功的 所以说很多人就出了一些strap的注册教程 我自己早在两年半之前 已经做过美国区strap的申请注册教程 目前我的视频教程里面方法现在仍然可以用 如果对注册美国区strap账号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去观看我之前做的视频教程 在这里我就不重复进行说明了 很多小伙伴在开通strap账户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欢天喜地的去开始进行收款 strap里面有非常多的好用的功能 也非常方便我们去进行收款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strap里面自己创建商品 自己生成收款链接或者收款的二维码 别人只要点击这个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付款 而且支持银联付款 还有支付宝微信 另外我们也可以新建一个付费的订阅 这个订阅可以选择每周或者每个月 自动的去进行扣款 这些工具的话对于创作者而言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但是很多小伙伴在使用strap的收款链接 收了几笔款之后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账户被封控 然后账户被暂停 然后所有的收款全部都会被退回 如果说是自己测试收款的话 退回就退回了 可能也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如果说自己收买的是真实的商品 或者说是自己提供服务的话 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产生退款的话 自己也就是人才两空了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strap账户之前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去避免自己的账户被strap分控 或者说我们在申请完账户之后 什么样的操作容易被strap分控 我们要如何养耗 如何正确的使用strap的账户呢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自己使用strap的心得 以及如何规避strap分控的建议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我是差不多在两年半前 开始去研究strap这个收款通道的 我自己一开始申请注册的 全部都是美国去的strap账户 注册使用的资料是美国的个人税号 当我自己还是个新手的时候 我注册了strap账户 然后我就用strap去收了几笔款 结果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我的账户就被封控了 直接封掉了 收到的款项也直接退回了 好在strap并不记仇 即使说我们现在申请的这个账户被封掉了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在设置里面 把这个账户给注销掉 然后我们重新再去注册一个strap账号 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或是如何来维护自己的strap账号 也就是通俗的讲 也就是如何去养耗 让自己的账户一步一步的稳定下来 从而能够自由的去收款 让自己的账户不那么容易被冻结 首先我们的strap在收到付款之后 每笔付款的后面都会有一个风险的评估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风险评估有可能是高 也有可能是一般 如果是一般的话说明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如果说风险评估是高的话 那么就需要特别注意 风险程度高也就意味着这笔付款 strap认为是虚假交易 或者是说这笔交易的付款银行卡 它是黑卡 它是盗刷的 或者说其他strap认为比较有风险的一些行为 它都会在这里标记为高 那么判断一个付款是否有风险 最简单的两个指标就是 第一就是我们在交易明细的最下面 可以看到有一个发卡行 一般的话如果是一些不知名的一些小的结算机构 尤其是加密货币交易所搞的那种虚拟卡 它们一般都是属于高风险的卡片 因为加密货币的资金 其实在正规的监管机构那里看起来 都是属于风险比较高的资金 如果说是正规的大银行发行的银行卡 是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第二点就是要判断一下 付款的IP和银行卡的发卡的国家是否匹配 我们去购买东西去付款的时候 strap是可以监测到 我们付款时候使用的网络IP是哪个国家的 如果说我们使用的IP是意大利的 但是我们付款的信用卡是美国的 这个时候就会明显判断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行为 因为这个卡有可能是倒刷来付款的 当然这个只是两个最简单的指标 还有很多strap分控的指标 如果说我们的账户被分控了 然后我们去进行申诉 strap也不会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是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从我们的收款的信息上来进行简单的判断 如果说我们的账户经常收到高风险的付款的话 strap就会认为我们这个账户是有问题的 也有可能说我们这个账户的这些交易全部都是虚假交易 我们就是用这些收款链接来进行洗钱 所以说strap就会直接去封掉我们的这个账户 把所有的收款都给退回来 这样的话即使这些资金是洗钱的资金 那我交易取消了我把收款也退回了 那么对于他自己strap公司本身来说 他就没有了这些法律的风险 所以说在strap的眼里 如果他觉得你这个账户有风险的话 那我就不做你这个生意了 我也不会让自己受到监管部门的调查 说白了就是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触发strap的一些风险的措施呢 首先我个人的建议是 新注册的strap账户 建议不要直接用strap来新建产品 新建付款链接 然后把这些付款链接发给别人 让别人来进行付款收款 即使我们构建的商品或者链接是真实的交易 我真的是卖这个商品 通过这个商品来收款 我真的是卖我的资讯服务 通过我的资讯服务来收款 我真的不是用这个账户来洗钱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strap都是不管的 他只是看你的账户的流水 如果说你是新账户 你一天下来就收十几笔 甚至几十笔付款的话 那他可能就觉得你是在走资在洗钱 尤其是对于我们用中国护照 中国身份来注册的strap账户 因为说句实在话 strap他本身并没有在中国大陆推出这个服务 但是你拿着中国大陆的护照去注册strap 即使说我申请了美国的个人税号 我身份信息填的是美国的个人税号 但是实质上护照还是中国大陆的 所以这种账户的话 一般都会引起特殊的关注 据我所知 strap已经被很多中国护照开户的人给撸帕了 那么有的小伙伴就会说 像你说的 我注册了strap 我本来就是用来收款的 那你刚刚又说了注册之后 不能用来新链商品 不能用来收款 那我到底要该怎么去使用呢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使用经验 我自己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把strap账号给养起来 到现在的话 我可以自己去创建链接 自己创建订阅 一步去收几百美元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之所以大家这一次对strap注册产生了很强的兴趣 就是因为马老板的推特 开始用strap来发放收益 那么反过来 如果说我们注册了strap 然后只用来去接收推特的广告分成 那么在strap看来 这个账户收到的收入 就是来自于推特官方的付款收入 自然不可能说是风险收入 或者说是诈骗的收入 像我在注册strap的时候 当时推特还没有这个分成 所以说我用的是substack这个平台 substack是在国内一个比较流行的newsletter平台 这个平台是允许个人创作者创建付款订阅 而这个付款订阅就是通过strap来进行收费付费的 所以当时我的一个操作就是注册一个substack账户 然后在后台去开通订阅功能 然后绑定刚注册好的strap账户 这样就可以通过substack订阅来收款了 包括我现在使用的网站管理平台ghost 也是用的strap来进行操作订阅 无论是推特还是substack还是ghost 这些平台都是国外的大机构推出来的平台 然后strap收到的款项 它也能看到是通过这些正规的大厂订阅服务进来的钱 而不是像我们自己手动去创建订阅收来的钱 这样在strap的眼里看来 这些收入的诈骗风险或者说是洗钱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低 一方面因为我们走的都是正规的第三方的平台 另外一方面这些订阅的单价都比较低 一般的话可能每月就是3美元5美元或者10美元 通过使用这样的服务三个月或者六个月 我个人推荐是六个月 在这六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每个月都产生几笔这样一个小额的订阅的正规款项到账 那么在这半年的时间内 其实就是和strap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一旦说strap对你的账户产生了信任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己新建商品 自己创建订阅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收一些金额比较大的款项了 比如说像我的账户现在几十美元甚至几百美元的收款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都是可以通过strap的风控审核的 但是当然前提是大家都是要有真实的交易 千万不要搞虚假交易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关于strap规避风控的一些使用的心得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说有什么补充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了 那么下期再见